12章说 纪录问是鬼神 子曰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曰敢问死 曰未之生 焉之死 这一章呢 这个孔子把子录怼的 不要不要的 对吧 这里面这个子录 问一句孔子怼一句 再问一句孔子再怼一句 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子录上来问 问什么呢 问是鬼神 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怎么去侍奉鬼神 那这个侍奉鬼神 实际上是在问什么问题呢 这个侍奉鬼神 实际上问的是一个祭祀问题 对不对 问的是一个祭祀问题啊 就是说 怎么对待鬼神才是好的 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是一个 无稽之谈 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 没有意义的问题 实际上是有意义的 但是通过孔子的回答 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来 孔子的态度 我们在之前读的时候 读论语的时候 孔子有句话 这个里边有句话说 孔子是怎么样的 叫尽鬼神而远之 后来从这个尽鬼神而远之当中 还出现了尽而远之 这样一句一个词啊 那在这里面 记录问是鬼神 孔子的回答叫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就是人你还没有依奉好呢 你去想什么依奉鬼的事 讲这个话 我们要从这句话的背后 想明白孔子基本的思维逻辑 我们祭祀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把活人给安顿好 把活人给管好 对不对 所以在儒家的这个经典当中 我们经常会提到 比如说这个左传的曹桂论战 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 就是曹桂问这个鲁庄公 说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一战 就何以战 这个时候呢 鲁庄公接连提出了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一时所安 俯改专也必亦分人 对吧 他说我能够把这些事呢 都分给身边人 把这些好东西 然后曹桂说你这个叫小恩小惠 这个不行 第二个他就提出了 其实就是试鬼的这个事 叫牺牲欲博 俯改家也必以信 他里边提到这个点 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祭祀这个事上 我做的是特别好的 然后曹桂说你这个叫小信 叫名 叫这个神福福也 这个也叫小信 不是大信 那真正的大信是什么 是把天下的百姓给管好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曹桂论战的 这个里边的这个细节 回过头来对应着 看孔子这句话 其实他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先把活人的事给搞好 再说死人的事 不是说祭祀这个事情不重要 而是说祭祀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对侍奉人这件事情 有了足够的敬意 然后你再顺带着延伸 延伸到鬼神上 你连人都没有这个足够的敬 你怎么去敬鬼神呢 他是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这个敬人其实是根本 是鬼呢 只不过是一个延伸 是一个延者 后面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他说敢问死 我想问问死是怎么回事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就是生你还活你还没活明白呢 你问什么死呀 所以其实孔子的这句话 我觉得是对我们今天 很多人 这个思考方式是很有启发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去想 一些好高无远的问题 但是孔子说 你先从眼前出发 把眼下的每一步走好了再说 就像有的人说 我未来能怎么怎么着 你现在还没走明白呢 你想什么未来 就你现未来是你由现在一步一步 走好了走出来的 而不是你自己想一个东西 你现在都没走好 你怎么走未来 所以孔子是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 就通过这一条我们就知道 孔子非常讲究的是循序渐进 你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啊 你对活人都没有敬意 你怎么对一个不在的人有敬意呢 敢问死 未知生焉知死 活你没活明白 你怎么会知道死呢 但是通过这个呢 后来讲论语的人 大家还有一个理解啊 我觉得这个理解也有道理 分享给大家 就是懂世人的 就懂得怎么去对待人 也就懂得了怎么去对待鬼 明白了生 也就明白了死 这也是后来在解释论语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一种理解 就他说世人跟世鬼这个东西 其实是统一的 你没有什么区别 你不要老觉得侍奉鬼神就特殊 他说其实不是 用的也就是侍奉人的一样的东西 就是靠的是你的静 他说这个对待生和对待死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对待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死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要办各种各样的丧礼 就是他是一个大事 但是你如果能够对待死的时候 非常的重视 庄重 那么其实你在活着的每一天里 也应该这样 所以有一种理解说 知了生就知道了死 能够识人也就能够识鬼了 这是一种理解 还有一种理解是 他有一个先后顺序 就是说识人是识鬼的基础 知生是知死的基础 这两种理解我认为都有道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去思考 就未能识人也能识鬼 如果是一个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那就是强调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不要好高骛远 看问题的时候不要好高骛远 做事情的时候要循序渐进 但如果是第二种理解呢 说识人和识鬼 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知生和知死的本质也是一样的 你能够把生这个事干好了 死这个事你也就知道了 你能够把人侍奉好了 鬼你也就知道该怎么侍奉 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这是这个第十二种 我认为是从未寓的 感谢观看